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 她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她差评 我一直没想明白 我到底是怎么和江之西扯上关系的 好像只是单纯的源于小学的某个午后 她扯了下我的头发 我给了她一个大耳瓜 这奇妙的一巴掌 让我半辈子都和这位上市公司老总的儿子结下了不清不楚的缘分 小学的时候跟她同桌 我弯下腰去系鞋带 她摁着我后颈不让我起来 初中的时候跟她一个班 我说外面风好大 她叫做窗边的同学把窗户全打开 高中的时候 我以为终于摆脱了她 结果开学第一天 她坐到了我身后的座位 以为小爷去上私立高中了 她见眉心目的 眉长开 全是少年气 不好意思 我决定自己考上大学 你上一中的名额难道没靠关系 这个人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初中时的人人都避着走 演变到现在上下左右遍地开花 一方面是她真帅 另一方面是同学们终于醒悟 有钱真好 在那个多少有点小攀比心里的年纪 她在自己生日那天 送了我们班每人一台PSP 很早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有的人就生在罗马 高中时将知悉的作业全是抄我的 她还年年考第一 我突然发现不是这伙多有天赋 而是这狗喜欢半夜自己做题 所以你看 她的朋友大多交友不慎 白天她跟狐朋狗友嘻嘻哈哈 不好好学习 晚上披死了刷题 我甚至好几次凌晨三四点 看见这人被单词软件在线 硬卷 她就硬卷 明明初中时还啥也不会 高中时就全卷上来了 我问过她原因 她眯着眼朝我笑 你成绩那么好 我不得努力跟你考上同一个大学 阴魂不散 说的就是她 那一巴掌的愁还非得追到大学 不过后来 我俩没上同一所大学 因为她出国去了标准的富二代升学套路 我以为我俩自此分道扬镳 各自有风雨灿烂 结果 有天她凌晨三点跟我打电话 我跟她说 大哥看一下我们俩时差 她嗷了一声 叫我看窗外 我以为会是什么 看看朕为你打下的江山之类的梗 结果一辆直升机悬停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 掀起一阵妖风 引得好几个区的宿舍学生张望着往外看 我终于明白她话筒里 背景因那片嘈杂是什么了 是直升机的螺旋桨 月光下 她嗓音低哑 对我说 我想你了 她是想我吗 她想的是我们学校门口 巷子里那家凌晨才开的夜宵馄饨 还有锅贴 America 哪有这么好吃的玩意啊 她一边狂吃 一边感慨 而我陷入了将自己的三观不断震碎又拼合的过程 这人 他在离我们一万四千公里的美国 想吃馄饨了 于是 坐私人飞机 再换直升机 直接飞了过来 啊 对 本来准备这趟回家再带给你的 今天来了就先给你吧 夜市暖黄的小灯下 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一条项链 其实以前 江之熙送过我无数礼物 零食 文具 卷子 书 但她从没送过我这种 成人的礼物 她说 生日快乐 沉悠悠 于是我想 她也不是单纯来吃这碗馄饨 因为那天 也一样是我十八岁生日 毕业了准备找工作的时候 我第一个排除掉江之熙的公司 即使她盛情邀请 表示绝对给我优厚待遇 但说实话 鬼才要她当我老板里 于是我甚至面试了一家 跟她有些敌对的公司 耀武扬威地跟她说 我们以后是对手 还请多多指教 她在电话里轻笑 说我真可爱 我当时没懂她的意思 直到一周后入职 我刚报到还没正式上手 就收到通知 我的新公司就被收购了 新老板江之熙 上班迟到 打车还遇到老板 全勤奖没了 你是不是会以为 从小到大和这么一个富豪的儿子 同一个班 我也很有钱 事实上 我穷鬼一个 18岁成年 我爸就把我给赶出了家门 如果江之熙有一项能力 能完全碾压我 那绝对是 超能力 特别是她笑咪咪地告诉我 我全勤奖没了 别 江总 有话好好说 偏偏还是月末 辛辛苦苦保持一整月没迟到 我当然不甘心 你要我干什么都行 她扬了下眉 眼里 性味盎然了许多 男人以着劳斯莱斯的方向盘 星空顶之下 她笑意缠上细血 做饭给我吃 怎么样 有钱人是不是都有病 我让江之熙 做好心理准备 我很少做饭 她点点头 江总说 买什么都她付钱 于是什么傲龙啊 帝王蟹啊 我全都拿 她在一旁搭着购物车 支下巴 懒懒地笑着看我花她钱 算了 感觉就算把整个超市搬空 对她来说也算不了啥 在生鲜区逛完 我礼貌地问了下她有什么需要的 她在看手机 心不在焉地应我 嗯 缺那个 缺什么 我没懂她的意思 她才抬头看我 笑得讳莫如深 直到我俩站在某个特殊的区域 她拿了两盒 甩进购物车里 我笑了 你个母胎solo 你要这个干嘛 她轻挑眉 哦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女朋友 我可太懂这个人了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她要真有个什么惊天动地的情史 能瞒住我 我是不信的 真相就是 二十七岁了 她还是个楚男 你要是有女朋友 我把这两盒给吃下去 是 妈 她笑 话语挨上一个青阳的调 阳春面配澳洲盐龙虾 大概只有我这个想象力 如此丰富的人才能做出来 我把面端上桌子的时候 她已经在电话里 叫人扛了两箱啤酒上来 你觉得我很难喝 我瞪眼看她 哦 她坐在桌前 啤酒的起子 在她手上快翻成花了 不会连我这个喝洋酒的 都喝不过吧 她挑衅我 就是知道 我会中她下怀 明明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还是抢过起子开了瓶 城隍的酒夜涌入杯底 于是 阳春面配澳洲盐龙虾 成了下酒菜 我俩从晚霞落幕的余晖 喝到星野平壤的黑夜 直到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 脑袋止不住地发晕 啤酒瓶猛地磕上桌子 我拎了拎对面人后颈的衣领 不 不是说能喝 你还能不能喝了 她已然趴在了桌子上 只露出透红的耳尖 衣领不知何时 被她解得散乱 我盯着她锁鼓视线 一路向下 发正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腕 江之西的眼睛 总是很澄澈 又明亮 怎么形容她这个人 像一只又乖又坏的狐狸 脑子里总不知道 噼里啪啦地打着什么算盘 心脏了很 现在 她是一只喝醉的狐狸 她的眼睛直看着我 攥着我手腕的手很紧 说话带了点清雅的鼻音 悠悠 我该拿你怎么办 啥 我凑近她 实在没懂她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之间本还有点距离 但她猛地凑近我 灼热的呼吸打在我耳锅 总感觉再近一点就 我的心狠狠地跳了下 明明是她挑衅我 明明是她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结果比我还先醉 我服了她一把 身旁的人 干脆把重量全压我身上 眼睛垂着 呼吸这会全喷到我脖梗 她还在轻笑 姜 知 吸 我咬牙 慢慢 慢慢地把她往家门口挪 我喊你司机来 勉强从她口袋里找到手机 解锁密码是我的生日 年少的她曾经解释过 为什么把我的生日 设成她的锁屏密码 不愿被她妈妈猜到密码罢了 没想到一直用 就用了四五年 她手机界面很简单 通讯录也很好找 我无意窥探她的隐私 可一则消息弹进来 猝不及防地破入我眼底 小柔柔 明晚还是806房 等你 我已经想了两天了 那个小柔柔是谁 806房是什么意思 等你 将知悉她 不会真有女朋友了吧 我蹲在她办公室门口 终于没忍住 拉住一个刚出她办公室的秘书 江总怎么样 秘书被我问得一脸懵 于是我贴近她 悄悄问她 你知不知道 江总个人感情生活的一些问题 秘书被我吓了一跳 赶忙摇头 避之不及地远离我 我有些沮丧 也为刚刚的冲动懊恼 可我总没法 江江知悉 和她有女朋友了 这两件事给连起来 于是我打电话 问遍了我俩的共同朋友 得到的答案 均是 不知道她有对象了 闺蜜笑嘻嘻地说 我怎么不问江知悉本人 我对着电话叹气 她要是真有女朋友 我那天在超市里 那么斩钉截铁地说 她母胎solo 不是很丢脸 好在没过几天 我就知道 她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了 因为小柔柔本人 亲自找上我来了 是个很晴朗的午后 公司的福利 自从江知悉来了之后 就变得很好 我从茶水间找到一袋高档红茶 随着银池的搅动 翻起一阵红韵 一个人突然钻到我眼前 墨镜 口罩 鸭舌帽 挡得严严实实 吓了我一大跳 你就是陈悠悠 能听出是女人的声音 总感觉有些熟悉 她身上有股淡淡的清香 很容易博人好感 我不由自主地应了她 她笑了声 摘掉自己的墨镜 当时我的感觉怎么样呢 大概就是 有次我和闺蜜逛商场 正巧碰上一位女星的见面会 人群簇拥 女星匆匆一瞥 就已经惊艳到我们离不开眼 而面前的人 光眼睛就比她好看一万倍 好像被她看着 脑海里就已经一片空白 而那一瞬间 我终于想起来 我为什么觉得她熟悉 可没等我叫出她的名字 她就已经先一步捂住了我的嘴 虚 我偷偷跑来的 我的手在抖 你知道江之西在哪吧 她是我男朋友 杯里的茶差点被我先飞出来了 因为面前的人 自称江之西女友的人 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 微博光转平 就十几万的那种 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瞧见的人 此时乖乖巧巧地站在我面前 朝我露出友好的笑 我常听江之西提起你呢 你是她的小青梅吧 我 女人又离我近了些 我才发现 她把我逼进了茶水间叫阴暗的一个角落 我叫姚卓 你大概听说过我这个一鸣 嗯 今天来就主要想和你说 你可以离江之西远一点吗 我愣在原地 她特地来 就是要跟我说离江之西远一点 这是在示威 警告 宣誓主权 所以 她真的和江之西在一起了 她喜欢江之西 好像只存在于云端的 离我们普通人生活这么远的这么一个人 她居然喜欢江之西 总感觉我的心狠狠地跳了下 被不真实感所包裹的我蹲在原地 女人轻笑了一下 你好像有什么想说的 我吸了口气 她似乎很满意我忐忑不安的神情 我盯着她 一点一点斟酌着把话语说出口 我能 我能要一张你的签名照吗 我躺在床上 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明星的签名大多飘逸 咬着的也是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江之西有女朋友了 甚至她还是和女明星在谈恋爱 其实说来也不奇怪 江之西本就是身在上流社会的人 她说不定才是那些女明星追求的对象 可明明 几天前 我和她还一起坐在这个客厅的桌子上喝酒的 忽然觉得没来由的失落 我本来以为江之西是真实站在我身边的 其实并没有 她甚至背着我偷偷谈论的女朋友 可笑的是我还一直觉得她母胎solo 原来一直孤零零地在台上唱读缴戏的小丑 是我自己 手机屏幕快被我划烂了 我还是没给她发一条短信 明明打了好多字 可又全删掉了 我觉得很奇怪 这有什么难以开口的呢 不过是说什么你有女朋友都不告诉我之类的话 我却怎么也打不出来 江之西背着我谈恋爱了 特别可恶 我盯着上次没喝完的酒 鬼使神差的 拎了一瓶走出家门 街道上有野狗吠叫 灵星的路灯 引燃前方的道路 三三两两的行人 从身旁匆匆走过 我的心喷喷跳动着 我不知这样的亢奋从何而来 也不懂该如何消弭 家门口的公园 早就没有了玩闹的小孩 我一个人坐在鞦韆上 惨白的月陷进夜空里 直到视野里出现一双黑色皮鞋 我抬头望去 正愣地看着手插在风衣口袋里 站在我身前的人 说实话 今天真是见了鬼了 一连遇见两个名人 勉强找到还在营业的咖啡厅里 我试图向卑鄙取暖 居然是冰美式干 对面的人戴着金丝边框的眼镜 眉眼锋利 以稍惬意的姿势 已靠在椅背之上 标准的桃花眼侵略过我 做我女朋友 她说 我差点被冰美式呛死 第一次见面的人 莫名向我表白 这是什么鬼运气 而且这个人 还是个名人 知名导演 兼投资人 我在杂志上见过 占老大一个版面了 叫顾文星 男人似乎不满我不住咳嗽的举动 皱着眉 等我咳完了 才递上来一张卡 一百万 我喉咙瞬间紧得都发不出声 卡里有一百万 做我女朋友 时间不会太久 最多一年 放心 不会要你一辈子的 她扬了下眉 轻哼了声 不满意 我赶忙拉回已然当机的大脑 可没等我组织语言同意 她又朝桌子上甩了张卡 三百万 而后 好像觉得不够似的 又甩了一张 五百万 我说过吧 我很穷 房租 水电费 生活用品 日常开销 几乎已经把我每个所挣的 那么一点钱 给搜刮干净 人的理想总很遥远 清高也是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 站在我面前 跟我说 陈悠悠 我给你你自己 挣很久很久都挣不到的钱 尽管对方是个陌生人 一个陌生的名人 但不得不说 诱惑力很大 明明没什么拒绝的可能 我深吸了口气 把卡推还给她 算了 我不想要 太阳了下眉 啊 我并不觉得 拒绝对你来说 是个好选择 这家店的咖啡 大抵不难喝 但我到现在 一直没喝出什么胃来 我站起身 她便随着仰头看我 嗯 只是不想做你女朋友 而已 面前的人 有一刹那的震惊 然后笑了 是吗 陈小姐 原来你这么天真 随你怎么说好了 我没再看她 抓着包准备走 直到身后的人 自顾自地说话 硬生生让我停下了脚步 三个月前 我和我女朋友吵了场价 我不知道她的话题 怎么拐到她女朋友身上的 但人生来就有趋向于八卦的天性 况且还是大导演的八卦 她依旧不紧不慢地说着话 现在她跟别的男人好上了 那个人你也认识 你愿意配合我演一场戏吗 这对你来说没什么损失 况且我知道 你需要钱陈小姐 不是吗 陈小姐 这个买卖非常划算 你只需要站在我身边 什么都不用做 五百万 我回身 钱倾身子 盯着她的眼睛 你前女友是咬拙 她的现任是江之西 对吧 她一笑 眼里如同桃花展开着 没错 我点点头 重新回到她的座位前 攥紧了那三张卡 你得给我开个证明 这三张卡里的钱 是你主动赠予 她勾了下薄唇 以一个极其舒适的姿势 靠上一背 我会办妥 陈小姐 你完全可以放心 我不明白 我到底怎么了 只要一扯上江之西 我就会变得冲动起来 我一直很难找到江之西 在我心里的定位 我把她当作很重要的人 很好的朋友 智友 而智友有了女朋友 我居然心乱如麻 关羽会因为张飞 有了女朋友而伤心吗 我抱着头 认真的思考着这个问题 甚至将这个问题 问给了我闺蜜 她回我 子飞鱼 安之鱼之乐 子飞张飞 安之飞飞 Emo不Emo 都是些什么跟什么 我黑脸 摁灭了手机屏 便想起 这距离我和江之西 最后一次互动 已经过了13天 作为一名合格的女朋友 今天顾文星约我出来吃饭 还叮嘱我去的餐厅有讲究 记得穿高跟鞋 我很少穿高跟鞋 印象里最后一次穿 已经能追溯到学校的毕业晚会 大二的时候 我曾经跟江之西 参加过一次上流社会的活动 那天她开亮超跑 驶到我宿舍楼下 跟我说有好吃的 问我来不来 我哪知道那是公子哥们的聚会 专为扩通未来事业上的人脉 我连高跟鞋都踩不稳 自住的餐点也不敢放开吃 甚至还崴了脚 最后是她把我背回宿舍的 现在想想 我大概当着她的面出过不少球 颇有格调的餐厅里 大提琴舒缓低沉的音色蔓延 我们四个人不言一语 我怎么也想不到 顾文星坐视着吗 风力 她直接将对面两个人约了过来 江之西和咬琢坐一边 我和顾文星坐一边 气氛直降冰点 直到女人一声吃笑 笑得我心里一颤 顾文星 这位是你的女朋友吗 你能不能别祸害人家小姑娘了 火药味很足 画都快凝成实质的刀子了 而我旁边的顾文星 自坐进餐厅起脸 就冷得跟冰雕一样 不甘示弱 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找伴侣 哼 我可没干涉 你想找谁找谁 找个八十岁老太都跟我没关系 姚女士 作为演员 我希望你可以在精进下自己微表情的控制 你明显不开心了 我呸 少不要脸 顾文星 我告诉你 眼见俩人逐渐口舌之争 逐渐升温 我有些担忧的思考 该不该从中调和一下 余光就瞥见江之息 看戏看得乐呵 我们这桌 就只有他一人上了餐 于是他大可以一边慢条丝里地切着牛排 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戏 似乎注意到我 他朝我看了一眼 就又低下了头 跟我不熟似的 这是我知道他有女友之后 第一次跟他见面 江之息切好了牛排 垂眸将牛排送入口中 戏脚慢咽 一旁的唇枪舌剑 似乎和他没有分好关系 他睫毛挺长 在眼前撒下一片细密的阴影 我不懂心里泛起的苦涩是什么 直到突然感觉 小腿蹭上什么东西 江之息细裤的布料 正慢条丝里地 勾上我裸露的肌肤 我抬眼震惊地 看着对面的人 可他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想用的牛排 明明 明明他桌下的裤腿 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逐渐有小腿处蔓延起麻麻的异样 我穿的是稍正式的礼裙 开刹的设计让这个人愈发得肆无忌惮 我狠狠地瞪他 他终于抬起了头 唇边勾起若有若无的笑 可桌下的动作还是未停止 江之 正当我准备出声警告时 身旁餐桌的女人猛地站了起来 你简直不可理喻 果然 我连跟你待在同一个餐厅都忍受不了 刚刚只顾着和江之息在桌下交战 我都没注意旁边这俩人怎么就吵起来了 回过神的时候 女人已经拎着包 大步地走向餐厅外 顾文心坐在位子上愣了几秒 也紧跟着猛地起身追了上去 就剩我和江之息 互相大眼瞪小眼 他扬了下眉 桌下的腿也收了回去 似乎有什么事想跟我说 张了张口 我就猛地站起身 我想起我也还有急事 先走了 大提琴的颂调依旧低沉松缓 我急急地步子 甚至还差点 碰到一位举着托盘的服务员 窗外不知名地心靓着 我终于闯进夜色 然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连顾文心说好 请我吃我不用付钱的 米其林三星惠灵顿牛排都没吃 就逃走了 我不知道这是哪的路 来的时候 我是坐着顾文心的车子 现在别说车子 人我都找不到 这种坐落在山高会馆类的餐厅 连打车都费劲 我只得先慢慢地往山下走 一边后悔我到底在跑什么 让江之西送我回去 难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怎么变得这么不敢和他讲话了 好在下山的路程不算漫长 晚风缠尽野花的清香 跟在我身后的人 不紧不慢 我猛地停住 回身看他 江之西没想到我突然停下 险些撞我身上 他哀了一声 我想 其实以前放学的路 他也常常这么跟在我身后 面前一望无际旷远的行道 零次至比的高楼 夕阳沉没近波光淋漓的江水 越过晚高峰挤在一起的机动车 傍晚的风夹杂着悠扬的圈翼 他把卷子弯成一个圈 轻敲我的额头 问我他马上要出国了 我会不会伤心 可那时候的我 大都不懂离别的含义 江之西 你别跟着我了 我猛地从回忆里苏醒 望着他 他有刹那的正神 为什么 他轻扯了下嘴角 夕阳在他眼眸里缓缓日落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世界上又不是什么事 都能找到为什么的 我快步走着 祈祷路上有可以让我 搭一趟的出租车 可呼啸而过的 只有公子哥轰鸣的跑车 他依然跟在我身后 有那么一刹那 我觉得我的灵魂出窍了 远方山间的博光 是一曲神招 我无处安放躁动的胸腔 天边未垂入暮色的霞光蔓延 我跑了起来 不知道要去向哪里地跑 也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 穿着高跟鞋的我 磕磕绊绊 跨着的包 拖在地上的裙摆 所有的一切像是在阻碍我前行 人生总是有很多很多 让人想要逃避的事啊 一团烦乱 纠缠住肆意生长的欲望 我跌跌撞撞 扶着膝盖气喘吁吁着 他还跟着我 跑够了 脚别崴了 他要向我伸出手 我猛地拍掉了 你别管我 他的背后是烧得透红的晚霞 他轻扬起眉毛 我猛地坐倒在地上 好像是山间坐落的一处小冰水景观 我的意思是 我的裙子湿了 我抱着膝盖 他站在我的面前 谁躺过他的皮鞋 他喊我的名字 我猛地将水扬向他 别来烦我 沿着他的眉眼 湿漉漉地滑落 我没来由地烦躁 不甘 湿落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啊 江之西 到底为什么要闯入我的生活 你为什么非得一直跟着我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还看不明白吗 为什么要做我的朋友 为什么要带我玩 我受够了关于你的折磨 我也受够了我自己的 我将脸埋进手臂 如果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那我是不是也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听见水声 觉得自己被阴影笼罩 他大概蹲在了我身前 碰我时我抖了一下 他攥着我的手腕 强行将我手给移开了 于是我猝不及防地与他对视 他眼里如同夕阳落下赤尘的红 认真诱 鹿骨 山间的鸟铺闪起翅膀 水荡起一串涟漪的波浪 寂静无声 于是我猛然想起 发泄完一通的尴尬 红了脸 想从他手掌里收回手腕 他不让 江之 唇舌被人堵住 没来由的心跳如肋骨 男人的眼睫很长 闻我时 落下一片细密的阴影 他得寸进尺 我手上拎着高跟鞋 被他背在背上 上山的落日很悠长 我百无聊赖地数着他发尾 到底乱了几次 还要走多久 他轻笑了声 谁让你乱跑 我车还停在山顶呢 我一点一点感受着脸颊 经久不散的炽热 真是 太羞耻了 被这么熟悉的人表白 感觉连脸都不能要了 江之西 这可是你说 你喜欢我的 我在他背上发出细如文娜的声音 是啊 你知道你自己喜欢我吗 知道 山间的野鸟 灯开晃有的树枝 落了一地素素的响 所以我才觉得 拿你没办法 悠悠 其实爬坡本就累 他却还背着我 那你为什么还找人假扮女朋友 来刺激我 我缓紧他的脖子 所以呢 刺激到了吗 他颠了颠我 你真幼稚 江之西 那天 江之西告诉了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比如 我初中得以参加竞赛的那个名额 本该被找关系的人顶掉 是他偷偷抱我抢了回来 比如高中时往我客桌里塞牛奶 连塞了一个星期的人 就是他 比如 我和别的男生走得近了他起哄 是他在吃醋 比如那天 他之所以坐直升机来给我过生日 是他想成为第一个跟我说生日快乐的人 比如 他不知道该如何跟我说 他喜欢我 我跟姚卓是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算是老熟人了 那天突然提起我暗恋你这么久都不会下手 他就说帮着我试探一下你 谁知道 他也是为了气他的顾倒啊 顾文心估计杀我的心都有了 所以早在一开始就在做戏 那我就不用把那两盒吃下去了 我撇撇嘴又想起自己那天超市跟他发的事 江之西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揉了揉我的头发 嗯不用 因为那两盒还有别的用 什么 我话说到一半猛地停了下来 脸又开始发热 于是面前的人笑了声 想哪去了 额头被他轻敲了下 我的意思是可以拿来吹气球 懂不懂 谁 谁会拿那种东西吹气球啊 我把他推出门外 猛地关上了门 窗外的月色刚好漏进一余的窗戏 好像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是某个人从不晓得的兵荒马乱 有件事江之西不知道 高三时他突然宣布要出国 我知道消息时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 那时觉得有被人耍了的不甘 甚至想拎着他衣领子质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答应了我要跟我考同一个学校 却突然就说出国 可 我到底没什么立场质问他 只能努力让自己的表情风轻云淡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在意 所以我依旧待在他身边 看他没心没肺地笑 他甚至还笑嘻嘻地问我 哥要出国 你就真没一点舍不得的 我把草稿纸揉成一团 明明被他提起来就会揪心 还是轻飘飘地砸向他 去美国了 记得给我代购点东西呗 我那时甚至都不敢问 他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他走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次来上课 不知怎么的 在课间和一堆男生打闹起来 人群推推嚷嚷的 就在我的后排 我手中的笔 到底在草稿纸上 重复画过多少次公式 他的声音加在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 身旁的座位 猛地被人坐下了 他大概是被推扫到 我这个位置的 一群人围过来跟他闹 他被人挤着就突然靠在了我身上 初夏 刚穿短袖的季节 男生后背的布料 蹭在我裸露的手臂上 他越靠越紧 连皮肤炽热的温度都感受到了 我埋头写题 他就这么靠我身上 和那群人嘻嘻哈哈的 明明嘈杂的是人生 明明鼎沸的是缠名 可写不出题的是我 听见自己心跳的 也是我 江知熙走后 我依旧要冲刺高考 年少的时候 不懂离别的含义 所以当身边的人走时 会因为痛苦而莫名其妙 我不仅一次地梦见他 从黄昏的落日醒来 瞧见手中未写下的题目 梦里的内容是 他转身见兮兮地朝我笑 问我干嘛一直看着他 而我红着眼 问他为什么丢下我 顾文星和咬卓的婚礼 在初夏见起的缠名声里举行 某种程度上 咬卓是个很影响天开的女人 两人的婚礼 不仅没大张旗鼓地举办 而且还只邀请了 特别熟悉的亲朋好友 连举办场地 都在他们家后院 我打开邀请函 届时请道场的各位来宾 每人准备一项才艺表演哈 作为我们婚礼的余性项目 哪家结婚 让嘉宾上台表演节目啊 新郎新娘在台下看了乐何是吧 总之就是 道场的大家伙还真都准备了节目 唱歌 跳舞 魔术 甚至连相声都有 热热闹闹的 不像婚礼 倒像是一群好朋友的聚会 甚至连菜 都是在院子里 备了一大堆的自助烤肉 好歹有了一项正常婚礼的节目 那就是抛袖球 我本来在烧烤架旁 眼巴巴等着肉滋滋冒油的 结果他家哈士奇突然来蹭我 我被巨大的毛茸茸的生物拱得重心不稳往身旁倒 在我一边的江之西就揽了把我的腰 然后绣球 正中我怀里 现场所有来宾猛地爆发出一阵起哄声 江之西那人居然还欣然接受 反正我是默默转过了身 他勾着我腰的手依旧未松 在我耳旁喝起 是不是该考虑下婚事了 我未来的江夫人 对了 这两人的婚礼还有最后一项内容 那就是所有到场的来宾都得抽自签 按他们的话说 将抽出两位幸运来宾 一位将获得他们这场婚礼的所有礼金 一位将帮他们把婚礼现场打扫干净 这到底是谁出的鬼才主意呀 啊 我展开了我手里的纸 一旁的江之西哦 雷医生 所以你说瞧不瞧 江之西抽到了所有礼金 我抽到了把现场给打扫干净 直到人都走光 我拿着扫帚盯着砸乱的现场 真的 真的会有主人直接把来宾丢院子里打扫卫生的吗 江之西在我一旁发笑 我举起扫把刚准备敲它 突然发现扫把的顶端合不拢 打开来是扎成一圈的红票子 以及咬着手写的字 在我的老家 打扫新婚现场的人来年会获得满满的桃花运哦 如果你有了心上人 你们一定会合合满满 白头偕老 花好月圆 喜事连连 第二个故事 我昨天翘班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发现男上司去挂了泌尿科 随手就偷拍了张照片 结果不小心发到了公司群里 我还有救吗 我跟上司结下梁子这是真的不怪我 前两天我翘班去医院挂了号 原因是大姨妈一个多月没来 我又没男朋友 就担心自己身体是不是出了啥毛病 刚拿着排队号等了没多久 就看到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 走进了隔壁科室 我们部门的男主管陈月 她走进了男性密尿科 顿时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男人得了啥病要去看密尿科 尿贫尿急尿不进 看她样子不像个体虚的人 毕竟她天天在朋友圈秀自己健身的成果 每次都只露了半张脸 浅灰色的T恤下若隐若现着几块腹肌 188的高个子 长得清雅俊秀 也没啥绯闻 给人一种禁欲系老男人的错觉 很难不让人眼馋 这样洁身自好的男人竟然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手 偷偷拍下陈月的背影 手上没闲着 立马将照片发给死党 开始分析陈月得了啥病 今天大八卦 我们部门的禁欲系男神去看了男性密尿科 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待会要不要假装没有看见的样子 结果消息发过去好半天 死党的窗口没动 却突然弹出了陈月的私聊消息 他 你有病 我心想握了大槽 我刚吐槽完毕 本尊怎么就杀过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这一看我傻了眼 因为切换聊天窗口太频繁 我竟然错把陈月的照片 发到了公司的内部群 此刻内部群已经炸翻了锅 我想撤回 但是已经超过了两分钟 卧槽 月月 竟敢偷拍陈主管 我佩服你 我看到了什么惊天大瓜 已经预料到末月明天早上 因为左脚先迈进公司 而被光荣辞退 看着群里快速刷过的消息 我心凉了半截 尤其是这群里 还有公司的大老板 大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老头子 特别正经的一个老头 此刻大老板也冒了头 公司绝对不会以左脚 先迈进公司为由 而开除员工的 请各位谨记好好工作 什么是射死现场 这就是 我想我离开公司的日子 应该不远了 陈月还在质问我是不是有病 我绞尽脑汁 恨不得跪地求饶 对不起我有病 我真的是来看病的 你饶我一条狗命 我眼睁睁看着陈月的正在输入中 持续了足足五分钟 想来他也是在苦恼 该怎么解释 但这是本就是 我做的不地道 人家有什么病 那是人家的私事 怎么我也不该发到群里 哪怕我是无心的 陈月 你在隔壁的客室 我哭着回了一个 嗯 陈月 等着我 我心想他不会是打算提刀来砍我吧 但没等多久 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走进了妇科后诊室 在一群人中找到抱头躲避的我 迎着诸位大妈大义诡异的眼神 她拽住了我的手 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到了隔壁的客室 我嘴里喊着不要不要 我怕长睁眼 眼睛却很诚实地打开了一条缝 只见陈月戴着口罩 锋利的眉毛紧紧皱起 指着旁边的牌子 你给我读一遍 这是泌尿科 你识不识字 我一看 闹了个大乌龙 男性泌尿科旁边 还有一个牌子 写着内分泌科 我将这两个科室名称看差了 所以 陈月其实是来看内分泌科的 原来男神也有苦恼的事情 比如糖尿病 或者内分泌失调 我真知道错了 我不该偷拍你 也不该乱说 我现在就去公司群里澄清 陈月冷冷地看着我 我缩着脖子看着她 不用了 心想完了 解释都不用了 我明天就要收拾铺盖滚蛋了 你来看什么病 大姨妈没来 担心长了瘤子 陈月冷哼了一声 虽然戴着口罩 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但我知道 一定是嘲讽 乱嚼人舌根 活该大姨妈离家出走 下午回公司 对对 回回 我就请了半天假 陈月 那好 下午回公司去办公室找我 我们好好聊聊 她插着都走了 我寝食难安 打电话把我死党骂成狗 谁让她天天跟我平嘴 害得我不小心把吐槽照片 发到公司群 死党一脸无辜 随即幸灾乐祸 没关系 走到这一步 你已经尽力了 顶多也就是离个职 没理会死党的调侃 我拿到了检查结果 没长瘤子 跟陈月一个病 内分泌失调 吃个药 大姨妈就来了 但我比检查出了瘤子 还让人难受 办公室 陈月确实是很帅 发丝干干净净 穿着晕烫妥贴的黑色衬衫 袖口半卷在结实的手臂上 此刻正低头坐在落地窗旁的沙发上 翻阅文件 见我进来了 头也没抬 解释一下吧 经过一上午的反思 做了无数的推演 我想我应该只有主动辞职 才能保存仅有的脸面 陈月诧异地抬起头 你还有脸面 我悲痛欲绝 对不起 我不该议论陈主管您 都怪我这破眼神 我应该去挂眼科 您就当我是嫉妒您的美貌 所以胡说八道 放我一码 别在我的离职报告上 血被开除就行 他滴滴地笑出声 眼眸之间 星光璀璨 陈月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 在设计部工作 玩独自了 我低着头 已经想好了 去竞品公司应聘 你应该去营销部 你这张嘴 黑的也能说成白的 我震惊地看着他 结果他却放下文件夹 身体怎么样了 咋的 怎么关心起 我的身体状况啊 还行 没啥事 吃个药身体备棒 他嘴角挂着笑 用手撑着下巴 语气很客气 既然这样 就好好工作吧 后面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觉得这句话 有更深层的含义 虽然我还是留在了公司 但我深知得罪了上司 免不了被穿小鞋 果不其然 很快上面 就把一个难缠的甲方 推给了我 我本就是做设计的 什么傻逼的甲方 没见过 就算是个五彩斑斓的黑 我也能给整得服服帖帖 我没有丝毫的怨言 修改了实际版方案 头也不抬的埋在电脑前工作 直到太阳西沉 我昏昏欲睡 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被不轻不重地放在我办公桌上 一抬头 陈月握着一杯咖啡 靠在一旁盯着我 而办公室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看来都下班了 还没喊我 我肯定是被孤立了 陈主管 我保证我没有摸鱼 什么傻逼的甲方 我都可以配合 他倾笑出声 还不下班 天都黑了 员工要是在梦中猝死 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 我立马打了个哈欠 不过很快止住了 好的好的 我马上就走 绝对不浪费公司的电费 我借泼下驴 抱着咖啡就想开溜 结果陈月却敲了敲我的桌子 晚上有个应酬 可能要喝酒 不能开车 跟我一起 这不好吧 我只是个设计人员 还没有转到营销部呢 陈月闷笑 帮我这一次 医院的事 就既往不救 我苦着脸 深知自己是被拿捏住了把柄 不得不从 我就一个路破小职员 还得陪酒 陪聊 偏偏陪睡 又轮不到我 这就很气人了 你说什么 没 我说陪酒算加班吗 我知道 陈月是去见客户的 但没有想到 客户是个女的 还是一个穿着打扮 都很精致的小姐姐 小姐姐见到我这个 500瓦的电灯泡 有些不高兴 从聊天中 我探听出 小姐姐似乎是在追陈月 但陈月这个大直男 一直捧着菜单问 我要吃什么 我使劲几枚弄盐 给她使眼色 小姐姐怒了 将水杯狠狠一放 话里话外 都是在埋怨陈月不该 带个外人来服约 陈月这才面无表情地 从菜单上抬起头 强调以下两个点 一工作上的事情 只在上班的时间解决 二末月不是外人 我心说我是外人 快放我走 陈主管 请你不要害我 小姐姐盯着我的目光 十分不善 她是你的新欢 陈月 你这更新换代的频率 是不是太快了点 我立马想要解释 她完全是误会了 我不是新欢 我是一个被抓住 把柄的小职员 结果陈月却顺其自然地 揽住了我的肩膀 姿态暧昧又坐坐 小姐姐愤怒地握住 旁边的水杯 我本以为是要 扑死陈月这个大渣男 结果人家 对着我兆头交了下来 拎着包愤怒地走了 当然也没有结账 陈主管 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讲 泼水 是另外的价钱 我淡定地抹了一把 脸上的水字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 欺负她的是陈月 为什么水要泼我的脸上 抱歉 我没有想到 她情绪那么激动 她脸上是真有一些歉意 如果无视她 眼底完美的笑容的话 我背领了个透心凉 欲哭无泪 我咽了咽口水 陈主管 我有点饿 想喝啤酒 吃烧烤 她嘴角抽了抽 想说的话也咽了回去 作为泼水事件的补偿 陈月很难拒绝我的要求 尤其是看着她一副 成功人式的打扮 坐在路边小小的烧烤摊上 那种违和感 让我莫名地暗爽 直到看着她一个人 干饭了六瓶啤酒 还脸不红心不跳 陈主管 那个小姐姐这么漂亮 你怎么不答应她的追求 她瞥了我一眼 带着一丝酒气的开口 今晚这是烂到肚子里 可以做到吗 可以的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实行三培原则 你做东 我豪爽地撸串 打算狠狠敲诈她一笔 结果她淡定地眯起眼睛 看着我 陪酒 陪聊 还陪睡吗 我激动地一口啤酒 喷了出来 故作夸张 不是吧 陈主管 你难道在聊我 我又不是海王 怎么能说是聊你 看着她带笑的眼眸 脸上多出一丝银鱼之色 陈主管 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陈月 不当讲 您是不是内分泌失调还美好 陈月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随即伸手给了我一个脑瓜崩 我连着几天没有去上班 不是为了躲陈月 是我病了 说来都没有人信 我因为陈月追求者的一杯白开水 被浇成了重感冒 连着做了几轮的核酸检查 确定我没有转成阳性 只是个普通的感冒 在医护人员质疑的目光中 进行居家隔离 有人在钉钉上敲我 我也不回 发我VAX 我全倒没有看到 直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来 末月 看楼下 我赶忙打开窗户往下看 身材高挑的男人 正拎着满满当当的一袋子食品 跟门卫大叔出示健康码 见到我冒了头 还握着手机 冲我灰了灰 是陈月 她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连帽卫衣 戴着口罩 一米八几的个子堵在我家门口 十分惹眼 我捂着嘴巴后退 陈主管 你怎么来了 就算是杀人灭口 也不带这么赶时间的 她懒得搭理我 自顾自地将大包的食品 拎进我家 英俊的眉头微微皱起 我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快扑到沙发 将我乱丢在沙发上的 Brow藏到了沙发缝里 不放心地用手压了压 陈月没瞧见我的小动作 四处看了一番 似乎在确认什么地方可以下脚 最后挑中了沙发 在我身边坐下 刚好路过这边 听说你请了病假 就顺便来看看情况 真的不是来看我死没死透的 我眼神乱飘 看到Brow的袋子 坐在了陈月的屁股底下 脸色诡异地发烫 下意识地伸手去塞Brow袋子 陈月见我靠近 身体微微僵硬 呼吸都中了几分 突然伸出手摸向了我的额头 怎么那么烫 要不要给你降降温 不必不必 只是背淋了一杯水 得了个小感冒 吃个药就好 说着我假装咳嗽了几声 躲开他栖息的包围圈 结果他却抓住了我的手 目光定定地看着我 你好像在躲我 没有的是 我知道你那天晚上说陪睡是在开玩笑 陈月看着我的目光暗了暗 眼底是藏不住的笑意 如果不是开玩笑呢 他又靠近了我几分 热烈的呼吸越发递进了 我手一抖 藏在沙发底下的Brow 对我扯了出来 猛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在他白皙的脸上 留下了一道飞红的印 面面相去 他摸了摸自己脸上被抽的红痕 嘴角抽了抽 目光落到了我手上的Brow上 里面塞着的厚厚海绵垫 因为激动 全部被甩了出来 陈月清俊的脸上微微泛红 我好像发现了你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我抱头瑟瑟发抖 我真是C 偶尔才休士一下 我极力地想要解释 他扑哧笑出声 肉眼差别不大 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 我眼珠子乱瞟 落到了他宽松的脸帽卫衣上 你还说我 那你的腹肌是真的吗 你可以摸摸看 当真 不当真 陈月喜欢绣腹肌 但并不喜欢让人摸 这是我总算是知道了 我以为他会奋起离开我家 结果他撸起袖子 进了厨房系上我的碎花围裙 看样子是想给我煮饭 我惶恐极了 担心他是想给我下毒 没成想 三菜一汤摆在我的面前时 我把下毒的事情丢到了九霄云外去 没有想到陈主管你看起来骚包 其实厨艺还不错嘛 他没动筷子 单手撑着下巴盯着我倒 我记得你以前嘴巴还没有那么平 我头也不抬得胡齿海塞 以前也不知道您老的嘴巴这么毒 听你这意思之前挺关注我的 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 关注点错了呀 喂 陈月看着我似笑非笑 体贴地抽了张纸巾擦了擦我嘴角的油 我心跳加速 脑海里面上演了各种小短片 好像气氛有些不一样了 墨月 有没有兴趣谈个恋爱 跟谁 结果就在这时 门铃再次被人暗响 陈月起身 去开的门 我拦都拦不住 门外站着一个男人 穿着军绿色的棒球外套 手上还拎着刚买的新鲜蔬菜和水果蛋糕 陈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陈月 随即男人脱口质问 你怎么在我女朋友家里 号称我是他女朋友的男人名叫张耀 是我发小 也是半个死党 关于陈月跟张耀认识这事 我也是前几分钟才知道 我到现在都没有消化过来 陈月临走之前看我的那个眼神 惊讶中带着一丝的生气 嗯 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了 我张口就想解释 结果张耀在一旁看到桌上的饭菜 露齿一笑 大大咧咧地走上前 还住我的肩膀 可不是 学长你来照顾我女朋友 可是让我放了大心 还怕他吃不上饭呢 看来是我想多了 陈月点了点头 捡起手机说公司还有事 便直接离开 如果我没看错 他身影好似有些亮呛 等陈月一走 我当机的大脑总算开机 我猛地跳起 从背后双手掐住了张耀的脖子 恶声恶气 你是不是要死 你是不是要死 谁他妈的是你女朋友 张耀立马揪住我的衣服 毫不客气地将我一个被摔丢在了沙发上 疯狂地咳嗽 你没病吧 就为了一个男人 想要掐死跟你穿一条裤衩长大的贵重好友 呸 就凭你刚刚那句话 我就可以跟你绝交 张耀傻了眼 眼神乱飘 不至于吧 我就开个玩笑 你还怕他误会 我心死如灯灭 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暧昧气氛 就像风一样 走两步就散了 我暗恋陈月快三年 这是除了死党张耀 没几个人知道 都知道陈月长得帅 身材好 本人还特洁身自好 根本不谈女朋友 办公室里的女生 就没有不肖想她的 如果不是因为 挫发了她看病的照片 我恐怕也被淹没在 她众多的追求者中 那时候我刚进公司 实习生 穿着土气 又不爱打扮 都说职场是个小社会 不爱冒头的人 都会被边缘化 我孤立无缘的时候 是陈月伸出了手 耐心地帮我改方案 帮我挽回客户 每个赶方案的深夜 桌边永远会有一杯 她买来的咖啡 本以为这次可以跟她 更进一步 结果被狗男人张耀 给破坏了 唯恐天下不乱的 狗男人张耀 在一旁一边玩着游戏 一边接话 她现在只是跟你暧昧 你那么上心 到时候吃亏的是你 我愿意吃亏 那是我的事情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说 她真误会我有对象 不搭理我了怎么办 张耀从游戏的厮杀中 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 她要是不搭理 那才是正常行为 不然她就是小三 小三天诛地灭 你应该谢谢我 我这是帮你试探她的人品 要她只是想跟你暧昧 知道你有对象 还来聊你 就是纯渣男 要她真喜欢你 就会对你敬而远之 我立马揪住她的头发 痛心疾首 你还说没有害我 你非要看着我 顾家寡人单身一辈子 你才满意吗 她一脸不在意 顾家寡人怕什么 不行我俩可以将就一下呀 你做梦 我现在就跟你绝交 划清界限 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 不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 我回过头看着她 你想怎么解释 她是我大学学长 我有她VX好友 发去消息就可以了 你以前怎么不说 你从来没问过呀 现在就发 张耀被我逼着 给陈月发了解释的VX 过了两个小时 陈月也没有动静 直到我等得望眼欲穿 陈月才回了张耀一条消息 我想你是误会了 墨月有没有男朋友 是她的自由 无需向我解释 陈月最近没去公司 同事说她家里有事请假了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总不能是因为我吧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接连给她VX上 发了好几条消息 都石沉大海 胃部隐隐有些抽痛 她还是在生气 连暧昧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看来张耀说得对 我确实是没戏了 而转机是在中午的团建 我因为这两天胃口不好 胃病犯了 就不太想去 直到同事说 陈主管也会到场 我顿时打起精神 今晚一定要好好跟她解释清楚 陈月是最后一个赶来团建的 风尘仆仆 脸色煞白 像是没睡好觉 眼底留着浅浅的乌青 哪怕这样还是很帅 毕竟底子在那里 大老板有些不高兴 陈月主动自罚三杯 白酒一下肚 她白皙的脸上多了一丝的飞红 我看了她一眼就低下头 咬着筷子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偏偏周围就我旁边还有空位 陈月扫了一圈 最后在我身旁坐下 我立马反弹似的就想站起身 结果她按住了我的肩膀 低沉的声音在我头顶传来 来晚了 没位置 将就一下 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南式香水味 我心一下子冷静下来 你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我本以为她没听到 但过了许久 身旁才传来一声淡淡的 席上众人推杯换盏 最后又到了团建必修课程 给老板敬酒 眼看着周围的人都主动喝了 我没办法 硬着头皮站起身 向大老板敬酒 结果刚开口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就夺过了我的酒杯 墨月未病犯了 这杯酒我替她敬您 我吃惊地看着她 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就偷偷按着胃部 以为没有人发现 她是怎么发现 我胃病犯了的 周围的同事顿时开始起哄 哦呼 陈主管你以什么身份 替墨月挡酒啊 陈月微微一笑 良心发现 打算怜香惜玉 众人又是起哄 说她既然要挡酒 就该喝三杯 陈月二话没说 又是三杯白酒下肚 我心里莫名地慌张 下意识地抓住了她的手 没心没肺地咧嘴一笑 陈主管 没必要 我自己可以喝 陈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嘴角微勾 我觉得有必要 我整个人轻飘飘地 差点有些站立不稳 不知道人群是怎么散去的 也不知道 陈月是什么时候离开我旁边的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站在马路边 同事都打车回去了 因为我家比较远 又不顺路 拼车也要二百块 我心疼咬牙扫了一辆 共享电瓶车 结果刚扫完二维码骑上 电瓶车就没电了 这破电瓶车欺负我 我直接一屁股 坐在了马路牙子上 开始碎碎念 我们公司的直男 难怪找不到对象 放着我这么一个 如花似玉的小姐姐 不送一送 竟然让我自己骑电瓶车 结果这时 背后传来一阵轻笑声 你在发酒疯 也没看你喝酒 我回头看到 陈月手上拎着一个小塑料袋 里面装着几何药 你没走啊 嗯 她蹲下身 将我从马路边上拉起来 把袋子里的药弄了出来 是几盒胃药 我有点感动 你去买药了 看你没怎么吃东西 胃是不是很难受 不知道你平时吃什么牌子的 就给你一样买了一盒 她拧开了矿泉水瓶子 将胃药递给我 没热水 先将就吃一点 不行就去医院 而我早已经把胃药干咽了下去 眼巴巴地盯着她 陈主管 打不着车 可以送我一程吗 陈月喝了酒 并不可以开车 所以她招手给我拦了一辆出租 我这边磨磨蹭蹭 司机大哥估计嫌路程太短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就两分钟的路 搞得生理死别一样 一起上吧 我恨大叔不解风情 扭头丢了十块钱给她 让她绕着马路开一公里 大叔瞬间比了个OK的手势 绝尘而去 眼看四下无人 陈月身上带着浓浓的酒气 她低头回着手机消息 正是表白的好时机 我鼓足勇气 刚想开口 结果恰好就对上陈月深邃的眼眸 你 在生我的气吗 她错愕地看着我 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手心热得有些发烫 我的气瞬间就消了 有些委屈巴巴 我真没有男朋友 你就不再考虑再撩一下吗 我可好追了 她表情错愕 估计没有想到我会那么直白 张耀不是你男朋友吗 她是个屁 陈月 你知道我喜欢你三年了吗 她微微低头 认真地看着我 眸子中倒映着周围的点点星光 我其实真不知道 是的 她肯定不知道我暗恋了她那么久 所以她才能那么无所谓地 打出我有没有男朋友 跟她都没关系的话 我冷笑 伸手推开了她 通知你一声 我不喜欢你了 以后这事就接过去 大家不要搞得太尴尬 我胡乱地抹了一把眼泪 转身强行去登 那辆没电的电瓶车 结果显而易见 没走两步 就摔了个狗吃屎 我恨 恨我不争气的双腿 本该潇洒地说白白 英姿萨爽地离开 结果全成了泡沫 也恨电瓶车 为什么我骑的时候就没电 墨月 你怎么每次都能在我面前犯蠢 她叹了口气 语气十分地唏嘘 我头也不回 倔强地趴在地上强调 我这叫可爱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快不跟了上来 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陈月蹲下身 主动将我背了起来 原因是我膝盖卡屠鲁皮了 趴在她结实的后背上 我偷偷掐了掐她的公二头肌 以为陈月没发现 反正人家也不喜欢我 说不定以后成了别人的男朋友 我现在不占便宜 白不占 起料她问了一句 满意吗 我硬着头皮 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隔着衣服看不太出来 哦 那去我家吧 我扒下来给你看 我强打起精神 震惊脸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是我不收费 就能听的吗 按小时计费 一小时一百块 陈月的话 让我彻底地凌乱了 好半场才充满希望地问 你接受我了 不接受 你甚至打算报警了 说我诱拐良家妇女 是少女 她发出嘀嘀的吃笑 像是在强调一般 以后不要让男人去你家了 我会吃醋 她的胸口 发出强有力的跳动声 一下又一下 好似敲在我心上 我把陈月给拿下了 彼时 我正规规矩矩地 坐在陈月的公寓 偷偷给张药发消息炫耀 陈月在浴室洗澡 她家里非常干净 整个装修风格 都是温暖的原木色 根本看不出来 她平时是那么冷淡的一个人 竟然喜欢这种调调 或许跟她本人也是一样 渴望温暖 我既紧张又害怕 还没等到张药会消息 我在屋子里面乱窜 一会看看她的家具摆件 一会又看看 她平时的藏书 就在我等得百无聊赖的时候 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了 没有我幻想中的半裹着浴巾露出诱人的腹肌 她穿着深蓝色的丝绸睡衣 规规矩矩 没有发辣整理好的发型 凌乱地贴在头上 此刻看起来就像二十出头的少年 大概是浴室的水汽 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湿漉漉的 像一头小鹿 眼神中带着一丝朝气 我跟她相顾无言 半晌才试探地问 我要不要洗澡 她歪头看了我好一会 随你便 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但我还是建议你不洗 膝盖受伤不能碰水 免得感染 我还在幻想 穿她的白衬衫沐浴出来的场景 结果某人特别杀风景的一句话 让我打碎幻想 我洗漱完之后 便看到陈月正拿出笔记本 在客厅的吧台上办公 应该是明天要用的方案 认真做事的男人果然最帅 我心不在焉地走过去 在她面前晃悠 暗示她我今晚睡哪 她头也不抬 主卧的床单我已经换了 是干净的 你困了可以先睡 你不睡吗 她终于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 看向我 目光忧深地合上了笔记本 墨月 我是正经人 你不要聊我 呜呜 对看穿了小心思什么的 最尴尬了 我落花而逃地进了主卧 特意没有锁门 结果整整一晚上 门锁都没有打开过的痕迹 陈月是个禽兽 面对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不为所动 我愤愤地起床给手机充电 结果发现未查看消息有十多条 全是张药给我发来的 你回个消息呀 你怎么拿下陈月的 你昨晚没回家 跟她在一起 不会是去开房了吧 墨月 你胆子可真大 敢跟一个刚确定关系的男人 也不归宿 我要告诉你妈 我刚看完所有的消息 想骂张药多大年纪了 还告家长 我又不是未成年 更何况 昨晚我啥也没干 这锅我可不背 可好巧不巧 消息没发出去 就接到我妈的电话 刚接通 就劈头盖脸 给我一顿好骂 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想要半夜给我打电话 说你夜不归宿 你能耐了呀 到底是哪个臭小子 长得咋样 干什么工作的 有无险一金吗 家庭环境如何 你必须跟我好好说清楚 我妈的声音震耳欲聋 就像是开了免提 偏偏好死不死的 陈月从卫生间里面 梳洗出来 一句不落地 听到了结束 她淡定地走了过来 在我傻眼中 接听了我妈的电话 阿姨你好 我是陈月 接下来的话 陈月没让我听 她去阳台上接了 我捂着脸 一脸羞愧 隐隐约约 听到她跟我妈说 有无险一金 目前名下有三套房 其中一套还在还贷 年收入没过百 我心想陈月还真能吹牛逼 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人 结果好一会 陈月拿着手机回来 递给了我 我妈在电话那头 已经换了语气 笑咪咪的 可以啊 闺女 走狗屎运了 你可以要好好把握住 小月这种男人 现在可不多见了 改天带回家 来给我瞅瞅 把你俩的事给定了 然后迅速地挂了电话 我跟陈月大眼瞪小眼 你到底跟我妈吹了什么牛逼 陈月淡定地看着我 你猜 我跟陈月谈起了恋爱 在公司里 她依然是那个 严肃认真负责的陈主管 上一秒 我因为工作失误 被骂得狗血淋头 想要分手 下一秒 消息发来 问我中午想吃啥 我觉得 陈月已经熟练掌握了办公室 托儿 甚至变态地觉得 陈月跟我在一块 就是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骂我 然后再给我一颗糖 让我发甜 在陈月的严格鞭策下 我的业绩水涨船高 突飞猛进 同事纷纷竖起大拇指 说我是不是逆天改命了 我心里偷笑心想 全是陈月的功劳 我们就像正常小情侣一样 约会吃饭看电影 虽然两人已经确定了关系 但无奈进展过慢 我隐隐有些着急 心想我得主动点 结果心里的小人告诉我 女生不能太主动 直到那天 公司客服部收到了一叠 匿名发送的邮件 我跟陈月被人偷拍了 邮件上全是我们约会的照片 有吃饭的 有看电影的 还有一同回家的 上面还有人恶意地用红笔写了 办公室 托儿 恶意抹黑陈月 仗着公司职务的便利 睡女员工 给女员工开后门 虽然公司没有颁布什么办公室 建爱令 但是管理人员跟员工谈恋爱这种事 在同事眼里 还是我走了捷径 平时跟我关系要好的同事 看我的眼神也变得鼓鼓怪怪 我倒是可以装没看见 直到陈月被叫去约谈 我焦急地等在门口 都快哭了 过了两个多小时 陈月才从里面出来 她表情未变 依然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陈月轻声道 没事 回去上班吧 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 但是结果下来了 陈月被调离了我们部门 而我们部门刚接了一个大项目 整个小组呕心沥血 付出了两个多月的努力 也意味着陈月 熬了无数个通宵做的方案 要拱手让人 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们一没当小三 二没破坏人家庭 也就谈个恋爱 怎么就食恶不赦了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做的 她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不用去管是谁做的 做好你自己分类的事情 你是靠你自己的实力 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不是因为我 我心里难受得要命 这件事情受处罚的只有陈月 我安然无恙 但我心里比自己受了处罚还难受 陈月我们分手吧 然后我去辞职 你能力强 公司不会处罚你的 我一个小员工 去哪里都能混饭吃 结果陈月第一次脸上有了怒意 就为了这事 墨月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对你的感情了 我不会分手 你也不能离职 我以为自己 只是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对我们两人来说 损失最小的办法 但陈月压根就不接受 他好像真的生了气 整整两天没有理我 他的办公室从我们部门搬了出去 我从工位上再也看不到 他在办公室里忙碌的身影 我心里也有气 各种脱关系 想要找到那个发匿名邮件的IP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暗中搞鬼 但让我很意外的是 客服那边说 陈月早就要走了那个匿名邮件的IP地址 是之前追求陈月的追求者吗 这是陈月没告诉我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人竟然是我的发小张药 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请假三天没去公司 不就是失恋吗 有什么了不起 我早就跟你说过 办公室恋爱不可取 被人取报了吧 肯定有人嫉妒你 说你借机上位 我没有心情搭理他 有一搭没一搭地刷着聊天软件 他继续说 陈月人呢 是不是甩了你 去捧公司臭脚了 我终于从手机上抬起头 张药 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我跟陈月分手 是因为被人取报了 张药瞬间脸色白了一下 反问我 没说过吗 你前几天不是跟我说了 我定定地看着他 我没说过 这件事情 任何人我都没说过 而我跟陈月被拍的那些照片中 有很多都是自拍 那些自拍我只发给过你 我跟张药七岁就认识了 他是我邻居 从小一起玩到大 他对家里撒的任何一个谎 都有我的助攻 同样我的所有事情 张药都知道 我把他当闺蜜 当死党 我的每段恋情都会跟他分享 此刻他在心虚 大概是破罐子破摔了 对 邮件是我发的 但那是有原因的 陈月不适合你 你不知道他做的那些事 他那个人就是徒有其表 张药的语气很冷 他跟我在一块玩的时候 永远都是不着吊吊锒 那样子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陈月 张药冷笑 我就要说 他要是真的正人君子 怎么翘人墙脚 他明知道我喜欢你 还来追求你 跟你暧昧 张药喜欢我 这是我是真的不知道 甚至觉得他在开玩笑 我见过他扣鼻屎的样子 见过他脱皮无赖 问家里要零花钱的样子 哪怕后来他长大了 会打扮注意形象了 变成了个帅哥 我对他都没有过想法 太熟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 更何况这些年来 他身边女朋友没断过 说喜欢我 这不是搞笑呢 要点脸行不行 张药 你这不是喜欢 是占有欲 只是因为我谈恋爱了 你不爽 你要真喜欢我 就不会做那么卑鄙的事情 我们这次真的绝交了 我大概想明白了 上次张药 为什么故意在陈月面前 说是我男朋友 他就是故意使坏 见不得我好 我将张药赶出了我家 不想听他的辩解 结果楼道里 陈月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 刚好撞到一块 张药双眼赤红地盯着他 上前一步 就揪住了陈月的衣领 陈月 你不是答应过我 离墨月远一点吗 你还翘我墙脚 大学的时候就算了 现在你又这样 陈月面无表情地 掰开了他的手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 以前是 现在也是 然后转头对我说道 进去把门关上 我自然不可能关门 陈月跟张药打起来了 我想阻止 但根本插不上手 只能一人踹了两脚 张药从小就是 打架的好手 但因为家里有钱 每次都可以善了 可陈月文之彬彬 虽然经常健身 但肯定是花架子 跟张药打起来 一定吃亏 如果真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肯定是要帮着 陈月独打张药的 但我没有想到 吃亏的是张药 他被陈月揍得鼻青脸肿 原来越不起眼的人 打人越狠 陈月就是个例子 而张药才是个花架子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 瞪了陈月一眼 一瘸一拐地走了 陈月脸上也有伤 但不严重 张药打他的时候 都是往脸上招呼的 说明了什么 张药恨他 这张霍乱众生的脸 我给他擦点符 他抓住我的手 语气认真 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摇头 没生气 只是觉得 是我害了你 谁能想到 张药那王八犊子 会这么坑我 陈月身子半靠在沙发上 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 我见他不说话 便使劲往他的伤口戳了戳 结果他只是皱了皱眉 我有些生气 你是不是早就查出 是张药干的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说什么 告诉你 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 死党暗恋你 让你接受他的表白吗 他的语气微微泛酸 脸色也不好看 谁能想到 事情会往这方向发展呢 张药从来没跟我说过 你不会以为 我拿张药当备胎吧 他摇了摇头 语气笃定 你不是那种人 不然的话 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追到你了 哪里还轮得到我 我惊讶地看着陈月 他哑然失笑 重新认识一下 墨月 我是你大三的学长陈月 曾经追求过你 但被你无情拒绝 我跟张药是同个大学毕业的 陈月是她的学长 当然也是我的 依照陈月的长相 从小到大 应该都是人群中 出类拔萃的人 只不过大学 那会我压根没开窍 天天沉迷 言情小说 只知道 陈月是学校里的 风云人物 但从来没有 跟自己联系起来 你追过我 我本人怎么不知道 陈月叹了一口气 你忘记了 我委托张药告诉过你 原来我心中的男神 暗恋过我 这是什么 双向奔赴的神仙爱情 张药那个脚屎棍 竟然从以前就开始搞事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会张药天天换女朋友 还每次都带来给我看 我捧着言情小说 头也不抬 久而久之 张药也就不在我面前炫耀了 直到后来有一天 他突然问我 如果学校有个男神想要追你 你同不同意 我以为他说的男神是他自己 鄙夷地给他丢了个大白眼 专心学业 不搞对象 他顿时喜笑颜开 缓住我的胳膊 让我专心学习 现在想来 都是猫腻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总算是理清楚了前因后果 终究都是我的锅 现在怎么办 这是怎么处理 陈岳歪头想了想 伸手将我一把拽进了怀里 要不先见家长 稳定一下长期关系 免得你又跟我提分手 陈岳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但我不知道连见家长也是 没过两天 我就被他带去了他家 陈岳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来之前我就做了各种笔记 担心自己不能让他父母满意 便想方设法 要讨他父母的欢心 结果我压根多虑了 陈父陈母非常和善 家里是陈岳他父亲煮饭 而陈母偷偷将我拉到一旁聊天 多亏了你月月 你不知道我之前还以为 我们家小月不太正常 毕竟都快三十了 既然没谈过一次恋爱 偷偷告诉你 他还是个楚男 我震惊了双眼 这是能说的吗 陈岳他妈比我妈思想还进步 实不相瞒 我跟他爸还讨论过 他是不是有那方面的倾向 虽然我跟他爸是个开明的人 但谁不想抱孙子呢 现在见了你 我就放心了 陈母和蔼地拍了拍手 一副总算放下心的表情 饭后 陈母和陈爸两人携手出去散步 留陈岳在家刷碗 我在一旁想要帮忙 结果陈岳无奈地将我轰走 只要你敢洗一个碗 被我妈看见了 就会要我的命 这是她走之前告诉我的原话 我偷笑 捏手捏脚地在一旁看她洗碗 那天我说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啊 分手不行 离职不行 她依然是那套说辞 我不甘心地问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自己的项目 被人接手吗 她却突然转过身 手上全是洗洁精的泡沫 她伸手掐住了我的脸 一字一句道 我有能力接下这个项目 也有能力做好更大的项目 但是没了你 我做的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我叮叮地看着她 她身上似乎亮着光 驱散了我的黑暗 说不感动是假的 我点起脚 在她的唇上轻轻落下一吻 我尊重你的选择 陈月没有说谎 她虽然离开了部门 但她那样出色的人 在什么地方都掩盖不了光芒 她很快就再次做出业绩 而我因为接收的是她曾经的心血 所以更加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目的是为了向其他人证明 没有陈月的帮助 我也可以做好 我们之间互相成就 共同进退 虽然这是有些挫折 但我跟陈月再也不用遮遮掩掩 我们大大方方地一起上下班 在那些看好戏的人眼里 过着自己幸福的小日子 时间久了 看好戏的人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也就不再关注我跟陈月的恋情 转头谈论新的八卦 期间张耀找过我几次 跟我道歉 说她不该那么做 本该公平竞争 她却钻空子干了蠢事 我只回了她一句 一不错不不错 她对不起的是陈月 因为她的关系 践踏了陈月的心血 张耀顿了顿 还是不死心 所以月月 我们还能跟之前一样吗 我没有回消息 把手机递给了 正在我家厨房 给我煮饭的陈月 她擦干净手 接过手机撇了一眼 然后淡定地回复了消息 别再消想我媳妇 然后把手机还给了我 我看到她回的消息 暗自发笑 打去问她 谁是她媳妇 名不正言不顺的 她挑了挑眉 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明天就去民政局 马上扯正 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 咱们的进展会不会太快了 她凑到我耳边 侧着脸 在我嘴角落下一吻 不快 等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三年了